欸!看上去是很好吃的耶! 這個生菜太多了吧! 最近生菜很便宜是嗎? 然後它的雞肉呢是用雞腿肉 微微微微微乾 不過它的雞腿排很大一塊耶 那我們現在翻到後面才發現 它整個都爆出來了耶! 我覺得看上去這塊牛肉是有一點點乾的 它比較扁一點 但是鋪的還蠻大塊的 在那一口吃下去的直觀呢 是蔬菜非常的水嫩 但是肉有一點乾 但是這個醬料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它只有很淡很淡的起司香 我個人認為其實是跟雞肉比較搭的 跟牛肉搭配在一起 還蠻分離的感覺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又來到我們的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昨天才剛開箱完肯德基的新品 今天呢馬上就要換來開箱 麥當勞的母親節期間限定商品 帕瑪森主廚雞腿堡 和帕瑪森安格斯牛肉堡 你們說 這樣子我到底要怎麼不胖呢 一個禮拜有好幾天都在吃素食 這種超高熱量的東西 那這次麥當勞他一共推出兩個 一個是雞肉一個是牛肉 那其實共通的點就是 帕瑪森起司醬 他們這次呢就是主打 加爆起司 像是這個雞肉呢更厲害了 為什麼他叫主廚雞腿堡呢 因為他連這個雞肉啊 都是先用那個各種啊 乳酪啊 洋蔥胡椒等等 先去做完醃製了 再加上帕瑪森起司醬 完全就是一個 起司漢堡 好啦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直接來看看吧 他的外包裝是真的蠻漂亮的 金質很多 喔~~ 欸看上去是很好吃的耶 這個生菜太多了吧 你看它的側面完全就是只有生菜啊 那我們接著來看一下牛肉堡的部分 兩個長得超級像的耶 應該是所有配料都一模一樣 然後只有肉是不一樣的 最近生菜很便宜是嗎 麥當勞這個生菜直接給它加爆耶 一打開就有看到很厚一層的起司醬啦 是還蠻多的 可是它都只集中在中間耶 這樣子會不會等等吃旁邊的時候會太乾 好啦 那我們就先從主廚雞鐵堡開始吃吧 看到這個生菜的量呢 我覺得第一口吃下去應該都是生菜的味道 果然甚至它的味道很重呢 在一開始咬下去的時候 確實因為生菜它實在是太突出了 大概咬到第三口的時候呢 那個雞肉的香味才會慢慢的出來 其實沒有感覺到有起司醬的味道 但是有一點點酸 我猜是這個雞肉啊 本身就有用一些起司醬啊 胡椒等等去做醃漬嘛 所以它本身就帶了一點點的酸 然後再加上下面有這番茄 因為它有在做過一些調和嘛 所以它的起司香味是有出來的 但是呢又不會強調雞肉本身的味道 雖然我覺得這點是不錯 不過呢它確實是有酸度的 如果你很怕酸的話呢 可能就會開始覺得 吃到漢堡有一點點過酸 我覺得它是在你第一開始咬下去的時候呢 會感覺到有點突兀嘛 但是呢你到第二口之後就覺得 好像蠻正常的 然後它的雞肉呢 是用雞腿肉 但是我覺得不到特別的鮮嫩 不會有那種肉汁跑出來的感覺 微微微微乾 不過它的雞腿排很大一塊耶 那我們現在翻到後面才發現 它整個都爆出來了耶 我怕有些人不太知道 我為什麼會說它是酸的 就是它的帕瑪森起司醬呢 裡面是有加這個帕瑪森的乳酪的 雖然它也是有起司的這種香味 但是它通常會帶一點點酸 我覺得整體來說算是蠻好吃的 因為它的炸雞呢 外皮做得非常的酥脆 那它算是包裹的蠻剛好的 是非常平均的包覆 工藝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的吃酸的話呢 應該會覺得它蠻不錯的 好那接著呢 我們來吃安格斯牛肉堡 我覺得看上去這塊牛肉 是有一點點乾的 好像不是我們想像中那種 很厚啊 壓的時候有一點點 肉汁擠出來的感覺 它比較扁一點 但是鋪的還蠻大塊的 這第一口吃下去的直觀呢 是蔬菜非常的水嫩 但是肉有一點乾 這個肉好像有點鬆散的感覺 然後呢也沒有很多汁 我們看已經吃了快一半了 既然是蔬菜的味道贊最重 我特別挑了一口 沒有番茄的部分去吃 那它的醬味道就蠻出來的 但是這個醬料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它只有很淡很淡的起司香 我個人認為其實是跟雞肉比較搭的 跟牛肉搭配在一起 蠻分離的感覺 我現在要多吃了一口 我覺得呢在進入牛肉之前呢 還要再多加一個味道 就是麵包它本身的這個麵包香 它會先吃到醬料的酸味 還有起司淡淡的香味 再來咬著咬著呢 會有麵包的香氣 然後搭配上一點點滷肉醬的味道 最後呢 才會有牛肉的味道 還沒有像我們想像中的那麼搭 好啦 那我們這次的麥當勞新品開箱呢 就差不多這裡告一段落了 整體來說呢 我覺得雞肉堡算是還蠻不錯的 就是它炸雞本身的功法 還有搭配上它的醬料 那牛肉堡的部分 我個人就覺得沒有那麼的喜歡 除了它的肉本身比較乾 然後稍微有一點鬆散之外呢 沒有辦法感受到說 它跟這個帕瑪森起司醬是 能夠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會覺得好像沒有那麼好吃 它們價格呢都一樣 單點的話是142元 然後它的經典套餐呢是189元 我覺得以套餐來說不算很貴啦 畢竟我們昨天的肯德基菜樓餐 本是要來到235元 但單點可能會有一點吃不飽 那最後給它們評分一下吧 我覺得 雞肉堡的部分呢 8.3顆星吧 我覺得它的炸雞還蠻不錯吃的 可是有一點吃個人口味 因為你只要怕酸的話呢 如果這樣是有點太酸的 那牛肉堡的部分呢 我可能只能給到它 7.7顆星吧 就是以同樣價格來說的話呢 就沒有雞肉這麼大塊嘛 所以第一個CP值就沒有那麼高 再來是它本身牛肉我個人覺得 處理的沒有到很好 但是如果你有興趣嘗試的話呢 還是可以去試試看喔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見吧 掰掰 掰掰 喔好飽喔 你們猜猜 這兩個漢堡 就會在誰的 肚子裡呢 呵呵呵